欢迎来到生活中的心理学博士电台 我是你的主播 黄耀鸣 大家刚刚听到的歌呢 是这个戴爱玲演唱的 《我的她,女生的那个她》 那这个是之前影集 《她和她的她》当中的一个片尾曲 那之前我们已经有稍微聊过 那个影集的某些部分 那今天呢就想借着这个歌 然后再带大家去思考 这个影集当中一个 我们没有直接去碰触的议题 就是人跟人当中的这种 所谓的精神控制 mind control 那我先用几个例子来做开头 大家稍微有点感觉 这样是去知道一下 我们在谈的这个精神控制是什么 那比方说啊 你可能有一个伴侣 然后你可能有时候会出现这样的对话 因为跟你伴侣说 你一定就是不爱我 所以啊 每天才会去赚钱 上班都不赔我 好 这个是第一个情形 那第二个情形呢 可能你的主管会跟你说啊 以前啊 那个谁啊 他都会帮我用 结果呢 你现在啊 都不帮我用 还跟我说 这个加班要 这个要拿加班费 那还会有一个呢 这个 如果啦 你是这个比较年轻的族群 那可能有人都会这样说你们 他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啊 都只想到自己没有考虑到其他人 那这三个呢 其实都是某一种的这个精神控制 当然这个对象不大一样嘛 有的可能是你亲密的伴侣 那有的呢 是你的主管 那有的可能是你家里的长辈 或者是社会上的一些这个 一个氛围 对于一个族群 对另一个族群的一个 这种某种的这种精神控制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呢 这个状况其实简单来讲啊 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有一个不对等的状况 那这个认为自己是比较强势的人呢 他就会觉得 我可以 什么都可以做 而且这还会有一个效应 就是他如果一开始呢 叫你做某件小小的事 你答应了 他就会这个越来越夸张 就觉得说 我上次叫你干嘛 你会做 那接下来我叫你再做一个困难一点的事情 你应该也会去做 你说到底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怎么样会在一个不对等的情形 这个有时候是很自然就发生的 比方说在这个一对情侣当中 那情侣当中这个关系 理论上应该是 应该是平等的吧 可是有可能啊 就是哪一个人的条件比较好 或者是哪一个人 其实是在这个人际关系当中 是比较热门的 他可能就不自觉的呢 会觉得他在这个关系中 是一个比较强势的一个对象 那另一个人 他可能也会察觉到 我就是条件比较差 所以这个人居然还愿意 跟我在一起 然后他就会觉得 自己是相对弱势的 那在这情形下呢 你就会很自然的会顺从 这个强势的人叫你做的事情 那当然有些时候 比方说你在一间公司里面 这个公司里面的这个职位 基本上就是一个 一个关系的不对等嘛 因为你的主管 他就是你的主管啊 那就算呢 你有什么的不愿意 那他还是对于你的一些事情 是有决定权的 当然如果他今天 做了一些很不应该做的事情 那他上面还有别的主管 你是有可能可以 透过这个方式来去 从他更上层的主管 来去影响他 但是更多的时候 我们可能还没办法处理到 那个地方吧 因为我们就会 深受这个 现在这个主管 对我们的影响 那在心理学的一个历史当中呢 我们也见证了 这个关系不对等 然后导致这种精神控制的情形 其实是非常容易发生的 那我们先讲一个 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实验 就是史丹佛监狱实验 那这个史丹佛监狱实验里面呢 就是这个社会心理学家 这个Philip Zimbardo 他呢想要去知道 到底人的这个身份角色 会怎么样影响他的行为 所以他就导了一些 年轻的大学生 男生 然后请他们用丢筒板的方式 来决定说 谁要当囚犯 谁要当这个狱卒 那你看到这些人来之前 他们其实是完全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一个 关系不对等等的状况 他们唯一的差异就是 谁这个直通板的时候 知道了这个要当囚犯 谁不是囚犯 那即便只是这样的一个 这么细微的一个差异 其实不出几天 整个的实验的发展 就完全脱续了 就是那些当这个狱卒的人 他们就觉得他有权利 然后他们就会 叫这些囚犯 做各式各样的事情 然后有蛮多是这个 比较羞辱性的事情 那他们囚犯 当然会心有不甘 就觉得你凭什么来控制我 可是狱卒就会跟他说 我们现在在这实验当中 我的身份就是狱卒 你就是囚犯 所以你得要听我的 好那这个时候 其实有这种状况发生的时候 这个研究者就应该跳出来 去制止这件事情的继续了 可是当时这个星巴多教授 他就有点着迷于 这个当下的状况 他觉得哇天哪 怎么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可以这么快速就发生了 这样子的一个差异性 然后就让这个研究继续下去 那当然陆续 他本来要做两个星期 可是呢陆续就有这个 囚犯精神崩溃了 然后他不得不让他们 退出这个研究 那最后这个研究并没有做完 可是我们就发现 所以这个关系不对等的事情 非常容易营造 只要那个人觉得他是强势的 另一个人他是卧室的 他就有可能会想要 用各种方法来去欺负那个人 那另一个实验呢 其实是更早的 但是大家可能比较少听到 就是米尔格伦的顺从实验 那在这个米尔格伦的顺从实验里面呢 他同样去营造一个情境 就是你会 受试者当然会以为他是随机 被分配一个角色 可实际上不是 这个真正的受试者 他们都分配要去当 所谓的teacher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teacher就要去帮另一个 这个假装饰受试者的人 做一个测验 他要去考他的这个学习效果 然后如果这个假的受试者 答错的时候呢 他就要被电击 而且这个电击的这个电量 会逐次的上升 那到某些程度之后 你就会开始听到 这个假的受试者在尖叫 不过这尖叫都是假的 是预录的 那到某个程度 那个这个电击的机器上面 就会写这个电击是致命的 然后你也会听到 说怎么这个人尖叫之后 就没声音了 他可能就会担心 他已经死掉了 那这个实验里面 比较关键的环节呢 就是他会有一个 穿着白袍的 号称是教授的 那每当这个受试者 他有所质疑的时候 他们就会问问这个教授 教授就会说 请继续 因为这个是实验的要求 那在这个 不管是一开始 米尔格伦做的这个实验 或者是后来 有一些综艺节目 或者是一些研究者 尝试去做复制 这个一路电到底的人 比例都比大家预想的高 大概都有四成到五成的人 是一路把人电到底 即便你觉得这个已经死了 他们还是会继续电 那也就是说 我们有的时候呢 当我们存在一个 关系不对等的时候 如果比较强势的人 叫我们做什么事情 我们有可能就会顺从去做 即便我们觉得 这件事情是不好的 这件事情是可能会伤害 其他人的 我们也可能会去做 所以在这个实验室里面呢 是很清楚的 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 那这个精神控制呢 跟你说一些什么肢体霸凌啊 或者是家暴等等的 它有一个比较不同的地方 就是很多时候 这些精神控制 它是看不见的 那当它是看不见的时候呢 你这个加害人本身 你也会很容易就忽略了 自己原来在伤害另外一个人 而这个被你欺负的这个 被你精神控制的人 他有时候也会自我怀疑 就觉得 有吗 会不会是 只是我自己想太多了 然后你其实并没有怎么样 就像之前有一个这个影集 叫做女佣扶生会 那里面就讲一个 这个被家暴的女子嘛 但是他先生对她的家暴 很少是肢体的 多数都是精神上的家暴 那他直到有一次 他先生对她 就是肢体上 有一些动作的时候 他才意识到 他可能被家暴了 那也就是说 在很多时候啊 这个 当你是被别人精神控制的时候 你会很有可能 没有察觉到这件事情 因为他没有痕迹 然后若你长期被精神控制 你甚至有可能已经习惯 这样的状态 那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些人 他之所以会陷入这样困境 很大一部分 可能都跟他的幼年的成长经验 是有关系的 就有可能他的父母 或者他的主要照护者 习惯性的精神去控制他 比方说规定他 什么时间可以做什么事情 什么时间可以 要怎么样 然后考试一定要怎么样 然后一定要照他们意念 去做事情 那久而久之呢 你就已经被习惯 被命令 那这个到你后来 可能你去工作 或者是你在一段关系当中 你都有可能 喜欢或者是不能说喜欢 你会习惯性的扮演一个 被控制的角色 那你可能会觉得 这样是比较有安全感 你会觉得比较熟悉的 可是其实这对你来说 是非常不好的 那当然也有一些人呢 会因为长期被这个控制 然后他就也会觉得 这件事情是OK的 他也会用这样的方式呢 去精神控制其他的人 所以这些事情 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 是还蛮常出现的 只是我们不一定 有意识到这样的存在 那我们现在来听首歌 休息一下 这首歌呢 是这个911演唱的 《恐怖情人》 那刚刚我们有提到 就是有的时候 我们是很难去察觉 自己是不是被别人精神控制了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呢 大概有几个可能性吧 第一个可能性就是 你已经长期被精神控制了 所以你已经习惯了 对这件事情不太敏感了 那第二个可能性呢 就是你可能是一个 比较迟钝的人 那你没有那么细致的 去觉察到别人 可能对你怎么样 那第三个呢 也有可能是 你其实是有察觉的 但是你已经产生了一个 保护的机制 像说我们会说 你用认知失调的方式 来去保护你自己 那所谓认知失调呢 就是人家可能叫你 做一件很无聊的事情 那你为了要说服自己 我为什么会 做这件无聊的事情呢 一定是因为我喜欢它吧 所以你就把这个 原本你觉得很无聊的事情 会说服自己 它其实是有趣的事情 然后进而想要去做它 那在面对这个精神控制的 这个状况呢 也有可能你就会 说服自己 哦一定是因为 这个我喜欢这个主管 不然的话 他这样对我 我怎么还会听他的话 你会用这样的方式呢 来去保护自己 甚至他对你做的任何事情 你可能都会帮他 自动换个角度 想说他不是故意的啦 他其实是关心我等等的 对你可能有这样的一个习性 那如果你觉得刚刚听起来的 都有点熟悉 那你很有可能呢 就是一个被精神控制的 一个受害者 那面对这样的状况 怎么办呢 就是说我们如果 没有办法去察觉 自己被控制了 那有哪些方法可以帮忙呢 那第一个 我觉得有用的就是 你可以去请一些第三者 给你意见 因为当我们是局内人的时候 我们是当局者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会有这个盲点 看事情的时候 很容易会没办法 以全貌来去看他 所以我们可以请别人 来告诉我们 是不是有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就像蛮常遇到的是 有一些情侣当中啊 他们可能其中一方 对另一方是有一种 类似霸凌的状况 那可是呢 因为你是当局者嘛 你不太容易察觉 那需要有一些别人 比方说你的朋友 看到你们的互动 他可能会给你一些提醒 当别人有这样 去提醒你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特别的小心 那当然不是说 他们就一定了解 你们的互动状况 而是 那就表示 你们的互动 有一些不太跟 就是有一些不寻常的部分 跟大家习惯的这个 平均值是不大一样的 那就意味着 可能是有潜在问题 好那第二个做法呢 就是有想办法去提升 自己的情绪觉察 比方说要能够更清楚的 去意识到 自己现在可能是难过 自己现在可能是愤怒的 而不要习惯性的呢 都去压抑这样的一个情绪 因为有些人可能 长期被精神控制了 然后他会演变出一个机制 就觉得 哦那当我不高兴的时候 我就算表达了也没有用 所以呢 我要去隐藏我自己的不高兴 这样对我来说 是比较有这个生存上的优势的 他可能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去 安慰自己或者是说服自己 这样做会比较好 那第三个 我觉得可以做的就是说 因为很多时候 当你已经习惯性被精神控制的时候 你大概不太有什么自己的意识 就觉得反正都是这样 这别人叫我干嘛就干嘛 然后你会看不到自己的需要 跟自己的期待 所以我鼓励你可以呢 在做事情的时候 可以稍微去设想一下 那我自己想要怎么样 我自己有什么样的期盼 当你有先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那或许啊 当这个事情发展不如预期的时候 你就会比较有感觉 而不会完全的无感 那虽然刚刚给大家这几个建议啦 但是呢 我也要有一些警语 比如说这个旁观者啊 虽然是客观 可是他不见得了解你们的互动的脉络 所以啊 这个可以当做参考 但是不要太过头 那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提到了 可以去提升自己的情绪觉察的能力 可是有些人啊 就会变得无限上纲 然后什么事情都觉得 都是 然后就是他又在欺负我了 或怎么样 那很像又不大好 所以这个是一个 有点难拿捏的一个境界 那针对这个期盼这件事情呢 我也要提醒大家 就是 我们当然可以设很高标 也可以设低标嘛 可是你如果设得很高标 你会容易失望 你很容易就会觉得自己是那个受害者 那这个就变成是另一个极致了 很可能一开始呢 是一个 都不觉得自己是受害者的人 可是突然就觉得 哦 那个人都在欺负我 他都在精神控制我 可实际上人家根本也没有那个意思 是你自己自我放大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面对这样的状况 怎么办 我们可以怎么做 那如果啦 你真的察觉到自己被别人精神控制了 那我要拜托你 一定要先有一个很正确的概念 就是请不要检讨你自己 OK 当然你自己可能也有一些行为 或者是个人际互动上面的一些倾向 导致于别人可能比较容易用什么方式来对待你 但是毕竟呢 对别人精神控制的人不是你 你没有任何需要检讨 至少针对这件事情 你没有需要检讨的部分 那这里我一样要分享这个影集 她和她的她当中的一段话 那这里面呢 这个就是其中的女主角 就跟另一个女生说 说为什么一个人可以不择手段去伤害别人 而别人要带着长久的伤痛 比如说这个为什么有人就是可以肆无忌惮的去精神控制别人 然后她也不会去检讨 而是那个被伤害的人 她要一直跟着这个伤痛走下去 所以真的不要直接 就是你可能会觉得你有什么地方没有做得很好 但是真的你不是那个最需要检讨的人 那假设你真的发现你被精神控制了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 那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你要练习接住自己的情绪 那因为这个可能你已经习惯性的去压抑这样的一个情绪 因为你会知道如果我去让这个情绪发生可能对我更不好 所以你就选择不要处理 可是这个其实对你来说并不是好的 所以我觉得比较健康的做法是去意识到 OK我现在被精神控制了 然后我真的感到很难受 那这个感到很难受并不表示说你当下就要处理 你是可以稍微缓一缓 在当你自己能量比较足够的时候 那你再来去找一些方式来去面对这样的一个负面情绪 那这个长远来看呢 就是如果你可以有一个比较健康的情绪运作机制 我觉得这会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怎么样是好的情绪运作机制呢 我其实蛮推荐大家去认识一下这个 丽莎菲德曼巴维特教授的情绪建构论 那我们之前在节目中也有大概提过这个情绪理论 那这个理论基本上的调性 他就是说情绪呢是我们建构出来的 而不是外在所产生的 那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当你今天能够用这样的方式来去看待情绪的一个产生的时候 你会觉得自己是有比较有这个能量可以去控制他的 那这个对不管是你在情绪调节上 或者是在各方面其实都是有帮助的 好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 毕竟这个是一个来自于别人的精神控制嘛 那我们就要去思考了 那这个要不要去跟这个人把这事情说 说怎么样 说一说把这事情讲开了 可能很多人都会教你各种的应该要怎么样去跟别人表达等等的做法 但是我自己会觉得 其实不是所有人都是理性可以沟通的 那所以我会觉得你要先去思考 是不是这个人或者是这样的情境值得你去做这样的事情 因为有的时候就算沟通了 那收换如果事情不会有改变 那很像没有必要做那样的事情 所以像我自己我就会做这个判断 我会觉得OK 如果今天我觉得这个去沟通不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应 那我可能就会优雅的断舍离 就是讲一些唐塞一些别的理由 然后跟这个关系做一个道别 那我这还是警语 因为我个人的风格就是比较敢断舍离的 所以呢不见得适用于每一个各位 那这个其实有时候讲得太不负责了 不过大家真的可以去思考一下 是不是这个是值得沟通 是能够沟通的 因为有些是真的没办法沟通的 好那第三个部分呢 就是假设啦 你今天觉得这个人可以沟通 然后我想要让他知道 我不是很舒服 我不喜欢他跟我的互动方式 那你就要想想要怎么样去做表达 才不会让那个人觉得你是在批评他 因为有可能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做的事情 对你造成的伤害 所以你可以先用询问的方式 就说那你觉得如果今天我用这样的方式来跟你说话 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然后让他告诉你 因为有的人可能就是习惯性 可能会比较直接 或者说他觉得他跟你自己 跟你是比较熟的朋友 所以他会用一个不一样的方式来跟你互动 那他并没有意识到他让你有精神控制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可以先去旁敲侧击了解一下 他是怎么样看待这种的表达心态 以及他怎么看待跟你之间的关系 那如果你们可以达到一个共识 大概是最好的 就是说那我们就设一个底线 你可以跟他说 我知道有些时候怎么样怎么样 可是我觉得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 你告诉他你的底线是什么 然后如果你这个可以的话 你觉得这个要怎么样跟你互动 你会比较喜欢 然后你会比较舒服 那你就可以主动告诉他 其实你可以这样做 那我就会怎么样 就像蛮多的情侣 他们在吵架的时候 我想通常是男生就会觉得很无奈 就说你跟我说要怎么样 然后很多时候可能女生就会说 就那样啊 你为什么不会自己想 他就不会自己想啊 所以如果你希望可以改善这个状况 你可以多想一点 如果你有能力的话 就告诉另外一个 你希望他可以这样做 这样子可能会比较好 那跟大家讲了三个方法嘛 然后最后我还是想要回过头来 送给大家这个影集 他和他的他当中的一段话 他说我也是被爱的 被整个世界所爱 被日光所爱 被层层袭来的海浪所爱 那如果呢 你是这个人际互动关系当中的 这个被精神控制的人 你可能很常会忽略了自己的感受 你也会觉得自己很像就是一个 没有人爱的人 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 你一定要提醒自己 整个世界都在爱你 那如果你是KPVox的用户呢 最后你会听到一首歌 这首歌是Justin Bieber演唱的 Love Yourself 那这个Love Yourself 倒不是那么正面积极的 在说要爱自己 而是他是有点在呛他的 这个歌词在描述一个 一个情侣啦 然后就是女生很像对男生非常的控制 然后男生就有点受不了 就说如果这样你就爱你自己就好啦 你干嘛讲那么多 大概是这样的心情 那我想我们不管是在情人 或者是在家人 或者是在这个工作关系当中 可能都会有时候会感受到别人 对我们有某种的精神控制 那这个感受绝对是不舒服的 那如果你希望可以改善的话呢 可以花点时间思考一下 该怎么样做 那刚刚给各位的三个建议呢 也希望对你是有帮助的 生活中的心理学博士电台 我们下次再见